弟兄姊妹们平安 安德玉叔母已经跟你们讲过新年快乐 我现在用我的衣服跟你们讲就好了 我记得我上次穿棉袄讲道的时候 好像也是正好新年 会后菲比跟威尼佛跑来跟我说 玉叔叔你穿的旗袍好漂亮 我今天穿的是棉袄不是旗袍 今天是新年 刚才唱这首诗歌说我们可以再活一次 其实我已经再活好几次了 因为任何时候只要在基督里 我们就是新造的 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 可能有很多不堪回首 那些痛苦我们不愿意再去提它 不愿意再去讲它 可能也没有人可以了解它 但是只有主能够了解 也只有主能够安慰我们 也只有主能够把我们从痛苦中招出来 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失败 很多的羞辱 我们连提都不敢提 想都不敢想 但是只有祂能够完全地赦免我们 可能人都不愿意赦免我们 但是只有主 这位圣洁的主 祂居然愿意完全地赦免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 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 因为我每次唱歌 他都不肯翻译 不然我又想再唱一遍副歌 真的吗 唱着翻 那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 我们感谢神 他不是只是我们的观念里面说 一切又有一个新的机会 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就是整个宇宙中 你看不到这样子的creation 看不到这样子的受造 从人类有历史以来 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 什么叫做新造 从前神是神 人是人 万有是万有 但是如今我们在基督里 居然神跟人可以加在一起了 这个叫做新造 从来没有过的创造 在我这样子的旧造的人里面 居然有神的生命 做我们的生命 哎呀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的福气 应该笑起来 我们算得了什么 伟大的神 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这样子败坏的人 居然神的儿子 要做我的生命 基督是我的生命 所以很多事情都算不了什么 跟这个比简直是没得比 你看我今天早上 我们开车出来的时候 前面有一辆车 车子后面写着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我一看就很高兴 我想又是基督徒 我想看看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因为我开车比较有效率 所以我就终于超过他了 所以我跟于书夫两个都回头看了一下 我一看不是 我说哎呀 是个老弟兄 不是我们教会的 结果没想到于书夫在旁边就笑起来 什么老弟兄 跟你一模一样的年纪 我听得好难过 因为那个人看起来气势好紧 白头发比我多 脸上很多老人 不然他居然说跟我一样 他比我更高兴 但是你一点看不出来 我不快乐 对不对 听到这样的话 因为跟基督相比 这些算不了什么 对 用证明我们每一个时候 真的是任何时候 只要我们回转到主面前 都是新的开始 都是新的机会 都是新的恩典 都是更新的爱情 全部都被更新 我们要感谢神 我现在看到这个题目今天要讲的这些人是谁 可能你们会觉得奇怪 上个礼拜你不是才在讲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外民中吗 是不是因为你上个礼拜讲杂了 所以你赶快换一个题目呢 我上个礼拜真的讲杂了 我礼拜二祷告会跟弟兄姊妹抱歉 所以我很难过 我没有讲出我里面该讲出来的负担 我们这种属神的喜乐 那种侍奉神的荣耀 我今天不是改题目 因为去年跟同工们跟与师母 我们一起交通 我决定今年有一个新的改变 因为我跟我的工作人员和姊姊姊姊姊 我们决定这年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们知道我平常都讲系列讲道 就一口气讲下来 不管是共同聚会 或是中文的聚会 或是合并的聚会 你们知道在过去 如果之后我会续练上集合 限制或一ро集合 所以对年轻人很辛苦 因为你们可能漏听了上个礼拜 然后又来再听 接不下去 所以我今年会在同样的大主题下 我讲两套系列同时进行 因此 这年同样的主题 我会开始两个集团 都在这个大的题目叫做 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 光辉烈烈 这些都在这个主题目 让那些人爱你 是如神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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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主 我有一系列的题目 我有一系列的题目 英文主 我也有一系列的题目 叫做这些人是谁 我有一系列的题目叫做 我有一系列的题目叫做 这些人是谁 因为我们讲到希望爱主的人 能够多多的出现 不光是爱主 他们能够像日头出现 他是说到带着明显的属天影响力 所以我会从圣经里面 挑12个人物出来 你要知道圣经里面 有很多伟大的属灵人物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可以讲 你看像我今天要讲的亚伯拉罕 你要我讲20堂 绝对没问题的 例如今天我会讲到阿伯拉罕 我可以讲到他20诞诞 所以我不可能讲他每一个特点 每一个学习 所以我就专门配合这个主题 作为我挑选这12个人物的标准 不光是他们是爱神 是合神 在神手中是合用的器皿 我特别强调他们是有属灵影响力的 他不是只是个人爱主 你看像亚伯非常爱主 你看以诺非常爱主 不是他们没有影响力 他们也有影响力 只是我挑的这12个人物 就是你很明显地看见 他对神的国度 对神的百姓 甚至对那个世代带来影响的人 因为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有属灵的影响力 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的请居上 不要客气 继续举 还有吗 好 请放下 觉得自己有影响力的请 其他人到哪里去 不知道是不是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 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 只是有人大 有人小 只是有人是正面的 有人是反面的 正面的就是人家就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因为从你可以得到快乐 得到祝福 得到智慧 有的人是从你身上 得到反面的影响力 一看见你开门了 就说 噢噢 他来了 孩子在家里喊着 糟糕 糟糕 爸爸回来了 然后你的孩子就在转转 说 父亲回来 有的时候我们的影响力 是反面的喜欢生气 发脾气 你一个人回家把全家的情绪都拉低了 另外就是也在乎我们到底重不重视 然后有没有善用我们的影响力 像我大哥他以前在工作单位的时候 他底下好几百个工程师给他拐 他说他常常回家以前都累得不得了 他每一次车子开到他的车子的时候 他就在主人面前有一个祷告 把他所有的势力 烦恼 公司的事情 全部挂在外面的树上 他说 不带进家的 然后他会在车子上做一个祷告 让他把他把所有的心理和责任 从工作上放在树上 然后他不会把他们带回家 这个叫做在乎 而且善用自己的影响力 这就是我们一连串要来看这十二个人 他们不光跟神之间有特别美好的关系 而且他们对神的儿女 对神的国度 对周围的人 对当时的世代可能都带来影响的 我们不尽地能够像亚伯拉罕有这么大的影响 但我们可以从最小的事情上 我们很忠实地来流露出我们该有的影响 我们可以信心地用我们的小小的影响 《荒漠甘群》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讲到有一个老先生 他身上很喜欢带一小罐润滑油 就那么小罐他放在他口袋里 他不管到哪里去只要听到那个门 嘎啦嘎啦嘎啦那个干磨擦的声音很难听的 他就给他加两滴油 不管到你家到他家到教会到哪里去 他只要听到嘎啦嘎啦点两滴 他就乖乖的了 那种嘎啦嘎啦那种难听的声音就被除去了 你们有没有睡觉 这个家人开门就把你吵醒的那种 因为生树没有油 牛子妹你就可以做这样子老弟兄做的事情 你回到家发现孩子在那边流的眼泪 在那边发牢骚 你给他滴两滴油他好了 你回家发现小组里面发现今天小组长不太对劲 你帮他点两滴油他好了 回家发现这个太太在那边一天累的不得了 在那边发牢骚 点两滴油他好了 在那边发牢骚 点两滴油他好了 你回家发现这个太太在那边发牢骚 他就好 然后你回家发现这个太太在那边发牢骚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我们现在来看亚伯拉罕 你看我一下跳过这么多宝贵的人物 我们看《创世纪》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创世纪》12章1到3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 你不要小看亚伯拉罕的蒙召 他是所有蒙召的人的一个祖先 一个代表 等一下我们会从新约的圣经里面看见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 同样的他呼召的目的 也在每一个蒙召的儿女身上 第一个神召她是要叫她承受祝福 而神召她的第二个目的 是要叫她成为祝福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在这里读到的第二节 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不光神要祝福给他 底下神说 所有为你祝福的 我都要赐福给他 换句话说 神祝福我们 祂把祂的福给我们 他也希望所有的人 能够把福给我们 只要谁帮助了亚伯拉罕 祝福了亚伯拉罕 神就要祝福那个人 这是第一个 祂叫我们承受祝福 第二个 祂叫我们成为祝福 所以在第二节的后半 祂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到了第三节的后半 祂说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我们看见了没有 神召亚伯拉罕 也是神召你 召我的目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信耶稣 只是罪得赦免 将来可以进天堂 神要叫我们一生 都在祂面前蒙福的 而且神要叫我们这一生 都成为旁边人的祝福 你看中国新年的时候 那个福都倒贴过来 人都盼望得到祝福 但是有哪一个祝福 能够跟神所要吃的祝福相比呢 我们先看到第四个点 我在我纲要上最后列的经文 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六到九节 我们先来看 在你们的纲要上面都有 加拉太书三章六到九节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看到了没有 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福 我们要一同得到 然后跳到十四节 我们全体一起来读 好不好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 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在这里圣经上 告诉我们这个福是什么 这个福不是说 你申请工作 所以说每一出去 Google马上来来批准你 也不是你一祷告 结果你今年的 成为百分之五十 一祷告我的病都好了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人羡慕的祝福 神也不是不给 不要以为神不给 但是你要知道 圣经上真正讲到 这个福的时候 这个福是神上好的祝福 神所有的祝福 都在祂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给我们 圣经上甚至形容说 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都在基督里给我们 圣经上形容到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换句话说 祂的生命 祂的能力 祂一切的性情 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 让我们有本钱 可以不犯罪 让我们有本钱 可以不发脾气 让我们可以有本钱 胜过所有我们 胜不过的事情 今天我们活出来 到底是怎么样 那是我们自己 在这条路上 长进的程度的问题 但是你刚刚从我们读的 加拉太书第三章 你知道神应许给亚巴拉罕的福 完全就是讲的耶稣基督 完全是讲到 所应许的圣灵 你不要把圣灵跟基督 分得这么不同 穆安德烈说 圣灵就是得了荣耀的 耶稣基督的灵 他不光是还没有 道成肉身以前 跟神一样同等的荣耀的那一位 他曾经道成肉身 在地上完全得胜 他后来又进到阴间 胜过死亡 败坏长死权的 他甚至去亚迪 然后他身上高天 掳掠一切的仇敌 最后他带着荣耀 带着人性进入神的荣耀 这个叫做升天得荣的基督 他变得这么丰富 这样子的全能 今天这位基督 在圣灵里面 住到我们的里面来 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来得到 这上好的祝福 中国人的福祿受洗 这些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只有这个福是从神来的 是属天的 是不会朽坏 不会衰残 不能玷污的 而且丰富到一个地步 我们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 弟兄姊妹这次讲到 承受祝福 所以我们将近三十年前 在红木城那里 有一个弟兄 他刚得救的时候 他喜乐得不得了 他从前被烟捆绑的 他是做厨房工作的 烟不离手的 他说他一信了耶稣了以后 他用诗歌来代替他的烟 他的厨房炒那些油烟 那些油腻的东西 他去用诗歌赞美神 后来他自己开餐馆 他取的名字叫做天福 天上来的福 兄姊妹这是第一件事情 神呼召我们 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 叫我们成为他 施恩祝福的对象 要不甘心自己 对主的经历 在主面前所承受的祝福 只有这样 要不甘心我们的生命 信主信了这么久 我们还这么样子的幼小 或是不够成熟 太丰富了 弟兄姊妹要起来 第二个要叫我们成为祝福 他说地上的万国 都要因你得福 弟兄姊妹你知道 这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大的挑战 先不要说万国得福了 大家安静半分钟想一下 就在你今天 就是你现在的生活的状况里面 你最常接触的五到十个人 到底是谁 你想一下 你家里的人 公司的人 教会的人 你最常接触的 你就挑他十个人出来 那你能不能稍微思想一下 他们从我们身上 得到的祝福 到底有多少 到底我们对他 带来的影响力 有多少 我记得我曾经问过 你们年轻人 你可以被列出 五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可以叫五个全世界最富贵的人 Top五 Top五 大概 比尔益晚就没有人再讲别的 想不起来 可能是比尔益 和瓦琛 还有没有 有没有人一口气 可以练出五个人 可以叫五个全世界最富贵的人 尔益再列 你列得出来 这是我第一个碰到 还可以稍微讲出一些人来 那你说我不是赚钱 我没有那么熟悉 我是很认真读书的 那你可不可以列出 前五个诺贝尔奖的 你可能会说 我没关系钱 我是学生 可以叫五个诺贵的人 就是最近最新的五个诺贵的人 有没有人可以讲得出来 好吧 那再问你们 好了 你们一天到晚都触电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列出五个奥斯卡 金像奖的人 最近的 可能是五个奥斯卡 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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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都不回答了呢 没有人知道 你怎么都不回答了呢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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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大家都想要钱 学位 大家都想要很好的成就 民生 大家都很喜欢出名 那些电影明星 一天到晚后面 一大堆追星族 等他真要你列出 全世界top five 我们讲不出来 因为他跟你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如果要你列出来五个 你最想感谢他的人 曾经对你有恩的人 可不可以列得出来 大家都举手 有没有人 可以吗 在女人身对里面 爸爸妈妈 或是老师 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 或是孩子 都可能你是你最想感恩的人 列五个应该不难的 你能不能列出五个人 是你最想跟他在一起的人 可以吗 可能不止五个嘛 对不对 所以我那五个是很少的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 外面这么多的成就 其实我们里面 并没有真的羡慕 我们真正在乎的 还是那些真正爱我们 帮助我们 或是我们可以跟他 很快乐在一起的 我记得我上次问完的时候 我接着问了一个 很sharp的问题 我记得当你的孩子 当你的丈夫 当你的妻子 在这里写这五个 他最想在一起的人的时候 你再不再集中 这就说到我们到底 对他的影响力 是正面的 是反面的 是他需要的 是他在乎的 还是我们照自己的方式 跟他们相处 我们只在乎他的成绩 没有考坏的 打 我说过我在我的眷村里面 听到一个孩子 他六科考试 五科一百分 一科九十五分 被他妈打得 全眷村都听得到 所以我留了两个问题 给大家回去礼拜五讨论 要去从这两个角度 在得着祝福 承受祝福 跟成为祝福上 这两个重要蒙召的目的 到底我们活出来的情形 是如何 请你们 这个礼拜不管大人孩子 花个十五到二十分钟 试着写下来 就着这两个点就好 来看看我们生活的意义 和价值到底在哪里 到底我是不是在这里 得着属天的 从神来的 神要给我的祝福 到底我是不是活出来 真成为旁边人的祝福 到底有什么原因 拦阻了我 从神面前得祝福 我要找出来 把它除掉 到底是有什么因素 让我不能够成为旁边 甚至最亲最爱的人 最近的人 他们的祝福 我要找出原因来 把它除掉 那我们就来看 亚伯拉罕他这一生 12章讲到他的蒙召 神把这两个特别的招 讲得清清楚楚地给他 然后你们跳到第四点 第一 亚伯拉罕真成为 神赐福给外民的器皿 所以12章讲到他 神呼召他的目的 22章讲出他活出了他蒙召的目的 22章讲出他活出了他蒙召的目的 所以我们看22章 这是在他顺服神 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给神之后 神对他所说的 16节 16节到18节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得自己启示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的子孙 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好 我们在这里发现 并且地上的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12章讲到他所蒙的召 22章在这里见证 他活出了蒙召的目的 中间一件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他在神面前 怎么样子的态度 来过他的这一生 我们只提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就是对神单纯的相信 绝对的顺服 他是信心之父 他这么简单的信心 在神的面前 所以大家从圣经里面 你可以找到 不管神对亚巴拉罕说什么 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 因为在圣经里 你会看到 神的每一切都告诉他 他会侮辱 当神召他的时候 他甚至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当神召他 他甚至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他就遵命出去 但他侮辱了 你要不要稍微想一下 假设这句话 要改成神对亚巴拉罕说 神对王正说 神对黄仁纯说 你要起来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 你的地方去 可是出去的时候 不知道去哪里 可能把你放到非洲 一个完全不认识 要去语言不通的国家文化 但是这个对亚巴拉罕 你猜他身上 从来看不见 他有第二句话 神说什么 他就起来 遵着神的话去做 甚至当神最后跟他说 你要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就是你所爱的 然后他清早起来 就带着他的儿子 往神的山去 然后准备这个叫做 单纯的信心 对神绝对的相信 绝对的顺服 我们会觉得不合理 因为这句话 让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 怎么可能神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亚巴拉罕之所以敢献上 他的儿子 因为他相信神 神人叫死人复活 你们自己去看 希伯来书11章 因为他相信 神人叫死人复活 而且他真的 仿佛从始终 得回了他的儿子 所以这就是我放在 罗马书第四章 这里说了 亚巴拉罕所信的神 是那叫死人复活 死无便有的神 不是他忍心 献他的儿子 他宁可为他儿子 死一百遍 他不愿意 他独生的儿子 上祭坛 我们说没有人性 不合理的要求 难道神不知道 但是亚巴拉罕对神的信心 就知道神绝对不会错 但是亚巴拉罕对神的信心 就知道神绝对不会错 所以从人来看不合理 但是他知道神要的 而且他知道神可以叫他儿子复活 对我准复活 对我准备这是一般人的信心 达不到的境界 但是亚巴拉罕信神 被称为义 他相信 就算把儿子献上了 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不是故意做的 所以你读希伯来书 他也仿佛 真的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 他现是真心线 他现是甘心线 他现是带着信心线的 因为他供应对他的祝福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是厉害的 因为这你不要怕 就像很多人怕读约伯记 怕读完以后苦难就来 很多人怕读《创世纪》22章 怕读完就要把儿子献上 很多人怕读《创世纪》22章 因为他们怕 他们要求他们的儿子 信心是生命 它是长出来的 它不是学出来的 不是模仿来的 它一定是长出来的 神会为我们创造环境 创造需要 让我们有机会的 第一手的来经历祂 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 让信心能够在我们里面 不住地增长 所以迦勒约书亚说 仇敌是我们的食物 能够让我的信心 可以增长 你看我们每次讲到信心 都讲到穆勒 George Muller 他祷告的答应的故事太多了 他这一生里面有五万件 他说至少五万件 神听他祷告的经验 常常养了上千的孤儿 没饭吃了 他平信心先卸饭祷告 祷告完东西来了 有一个小女儿 还很羡慕人当玩的 那个毛线彩球 所以他就带着 那个小女儿祷告 下次碰到 那个小女儿的时候 他就问她说 你那个彩球好不好玩 他没有问说 你得到了没有 他到魁北客戚讲道的时候 那个船碰到大雾 根本被迪雷 没办法开了 他就跟船长说 我一定要到 因为我那边有聚会 他就跟船长说 我必须到那边 因为我必须到 船长说 不可能 船长说 不可能 穆勒说 我一定要到 我们来祷告 那个船长还是带着怀疑的心 跟他一起要祷告 穆勒跟他说 你不用祷告 因为你的祷告不是信心 神也不会听 低头就赞美神 他说 祷告我谢谢你 我知道你能够叫我退掉 让我可以及时赶到 祷告完就说 船长你现在可以上去看 船长上去船长一看 然后简直不能相信地跑下来说 怎么可能 航海几十年的经验 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用这么学不来的 你祷告完叫人家上去看 那屋还在 可能你祷告完 然后你告诉别人 去看 然后他们还会看到 船长 阿弟兄姊妹 这是长出来的 神为我们创造环境 创造需要 让我们在每一件小事情上 单纯地相信 绝对地顺服 我们的生命就长进了 所以我们可以 直接相信 和承认 在小事件上 然后我们的经验 我们有一段时间 神非常严格地对付 我跟于师母 就是要学习地相信她 我们没有时间续细讲 我只是讲一件小事情 那个时候 她还差一个学期毕业了 她正在写论文 她到旧金山来看 我没想到 马上找到工作了 所以她就问教授 我可不可以在旧金山 写论文 然后偶尔回来 然后让我可以有这个工作 教授说没问题 所以她就上班了 然后我们就去找律师 要帮她办H-1 但因为我们对移民法 完全不懂 律师说H-1 你必须是先得到 Approve才能去上班的 你不能够先上班 才去申请的 我们就问她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她说很简单 你只要把日期改写 后面将来上班的日期 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两个祷告 你们都不平安 觉得这不是基督徒 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就照着她上班的日期写 律师说不可能的不可能 她嗤之以鼻 但是她说你要这样子 我帮你送 你看我们这么顺服 神应该行神机的 大概过两个礼拜 我们收到移民局来的 就是你要被出境 因为你们先上班 这是不合法的 我们再去问律师说 该怎么办 她都不想理我们 因为原来是她很简单解决的事 我们自己把她搞大了 因为那是一件事 我们就问她说 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她说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时候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直接办劳工卡 就是这个Green Card的劳工卡 她说那个至少六到九个月 不可能的 她说因为你现在根本 只剩下大概一个月 就要被赶出去 她不可能的 我们就叫她帮我们办 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2月3号 我们两个跪下来 为这封信祷告 然后寄出去 然后2月10号 移民局寄回来 你要知道包括路上的邮寄 一去一回跟周末 等于移民局收到了盖章 Approve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律师在电话里面 是喊着说 Miracle! Miracle! 在跟我们讲 他就生气 听众师妹 我只是举一件例子 很多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信心软弱 不够被神责备 被神纠正 就是这样子 跌跌趴趴 被神建立起 对祂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跟这些伟人 差远了 但是弟兄姊妹 我知道我不需要勉强 我不需要学 因为这是学不来的 所以以前欧克兰 有个韩国女牧师 就是奉主的名叫 帮一个人赶鬼 拿棍子打扮 人家打死了 你怎么喊 怎么叫 你学不来的 鬼不出来就是不出来的 因为他真是认货的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人面前 要真正的 用最简单的信心 学习来相信神 学习顺服他 所以越单纯的信心 其实是越有能力的信心 越单纯的信心 是越蒙神越拿的信心 而真正的信心 一定带进顺服的行动 所以我们买会所的时候 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相信神 怎样对我们说事情 就要怎样成就 这叫做信心 所以我们看一下 罗马书4章17节到21节 很快地读过去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使人复活 使无便有的神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撒拉的声誉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他第一件事情 他的信心 第二件事情 也是因为他信心带下来的 对神的爱 保罗在加纳太书第五章 第六节那里讲到 受割礼不受割礼 都没有什么果效 唯有那个使人能够产生 爱的信心才有果效 我们对神不够爱 因为常常是我们不够信 如果我们真相信他 真在信心中经历他 我跟你说 我们爱他是自然的事情 所以亚巴拉罕因着对神的信 他能够对神有无保留的奉献 他把他最心爱的献给了神 然后神就大大的赐福他 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 他说论子孙 我要叫你的子孙 多如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不仅仅神没有把以撒针的拿走 神赐给他多如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这么多 我相信做爸妈的 如果你给孩子一个糖 跟他要回来 他不肯给你 跟他那么高兴地给你 那给你的感觉是很不一样 明明是你给他的 明明没有能力可以给他更多 明明你不是真的要把他夺回来 这叫做神要试验亚巴拉罕 所以当大卫在那里 拼命把金银多得无数献给神的时候 他在主面前的祷告 他说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得了什么 他说万有都是你的 我们不过是把你给我们的 来献给你就是了 这叫做认识 认识神 你看你如果今天看到旁边有一个人 他需要借你的iPhone或iPad 你就真的大方地借给他 没想到他不还你了 你怎么跟他要他都不还你 等到你生日的时候 他居然包得漂漂亮亮 还用它彩带 说我送你一个礼物 把你的iPad还给你 你还需要说 哎呀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不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奉献一点 我们就觉得神啊你应该祝福我 你看我奉献给你 大卫就不是这样 我们不过把你给我们的 这个用一句世界上的话 这个借花献佛 我们跟假神无关 但是我们所有的能够献给神的 都是神给我们的 对不对 神给我们恩赐 给我们财干 给我们金钱 给我们各方面的恩典 哎呀 天空姐妹 礼当归给神 所以神大大的赐福他 我本来预备了很多小故事 想跟你们讲的都没有空 你看Wachman Nee 把她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 girlfriend献给神 因为他的girlfriend不爱主 而且是校花你知道吗 什么叫校花你们懂吗 全校里面最漂亮的 但是我们的弟兄为了爱神 把这个感情放下 他本来跟神 说主 你叫我去哪里宣教都可以 我问你受多少苦都可以 求你让我有这个爱 他今天把这份感情奉献断绝下来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情书全部撕掉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女朋友 然后他带着浆糊 调的浆糊 然后出去贴福音单章去了 然后他把所有的情书都给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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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要晓得对他 对神没有一个代价是太高的 都值得 我们一起再来唱刚才这首诗歌 希望我们回家以后都成为旁边人的祝福 637首 神召我们承受祝福 我们里面干干的没有东西的 但是活水的江河从宝座倾倒下来 希望不停在我们这里 我们不仅仅承受了火水的风 丰富的火水 我们成为流入火水的管道 让我们成为加利利 而不是成为石海 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好 一二四还是唱一二四 Let's sing stanza one two and four 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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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成为石海河从宝座倾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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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唱 拿来 求求求将神定重弹 concerning juga 这刻已经被剑身 falar 让或许入乌以畔 在我里面之流管 走望无垢时逼合 你要了аз装丶生命 主 我们的心 何等地感谢祢 祢给亚巴拉罕的应许 也是祢给我们的应许 祢给亚巴拉罕的应许 也就是我们的应许 祢不仅仅叫我们这一生 成为蒙恩蒙爱的人 让我们居然也能够成为 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活得不仅蒙福 而且能够活得有价值 主 我们在这里为着我们周围 祢摆在我们周围 这些最亲 最常在一起的人 我们为他们祷告 主 让我们带着祢的祝福 带着属天的影响力 来度我们与生的日子 让他们都从我们的身上得到该有的祝福 主 也让我们在祢的恩典上不停止地长进 我们能恩上加恩 能够福上加福地 来得着祢的圣灵里所要赐给我们的 主啊 在这新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向祢祝福 不仅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健壮 但愿今年真的是在祢面前能蒙祢悦纳 活出祢找我们的目的 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向祢祷告 我们今年许多弟兄姊妹 父母 家人都远在自己的国家 主啊 拆遣人去把福音带给他们 也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知道如何把福音传给他们 不让我们扣留祢的恩典和祝福 虽然我们不能像亚伯拉罕一样 叫地上的万民万国都得福 但是主啊 祢让我们在我们能够影响的范围内 我们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我们谢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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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